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是杨亚棠 欢迎收听解锁地球 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又是杨亚棠 他应该没有听你上一集吧 对 没有 我最担心的是大家没有听上一集 所以如果现在大家没有听上一集的话 赶快按暂停 调到之前我们上一集的精彩内容 不过我还是前情提要一下 免得大家真的没有听上一集 就是上一集我们讲了 你在贝里斯的一些工作内容 对 工作 有一些科普小知识这样子 对 因为贝里斯在中美洲算是一个 相对边缘的国家 所以大家都不太了解 因为其实中美洲其他国家 大家就算不懂也至少叫出名字 瓜地马他不会没听过 对啊 俄司大离家 念起来就比较顺 对 念起来就是好像有这个东西存在 贝里斯好像就很不顺这样子 对对对 贝里斯好像就有一种 这个地方真的存在吗 那感觉这样 如果你对这个地方有没有存在 很怀疑的话 就是赶快去听上一集 那上一集我们除了讲贝里斯的小知识 也讲了你 就是你在那边当志工 对对对 待了好几个月的时间 对对 那今天我们就会着重在 应该算是你的生活起居 对 好像一些休闲娱乐什么 对对对对 因为上一集听起来好像你 就在那边 好像很认真这样 工作之外都没有做别的事 然后就发现其实工作是一小部分 好 我们今天的内容应该是大家关心的 对 那你在那边待了四个月时间啊 你上班时间到底是怎么算啊 其实我们上班大部分时间还是 因为其实大部分在处理 就是资料 data什么的 所以其实大部分还是在早上去办公室 然后下午四五点就下班 就下班 就下班之后你就自由 对 可是自由之后在那边可以干嘛 其实就是贝尔蒙攀 其实就不能干嘛 就是有我们上一集讲的那个 脚踏车道跟那个慢跑道 所以你也可以去慢跑 你也加入那个慢跑行列 没有我觉得 我有去慢跑一次 但是觉得实在有 因为我很讨厌慢跑 慢跑实在太无聊了 所以 而且跟那群人一起慢跑 感觉就有点 假扮这样 没有吧 哈哈哈哈 就反正就是觉得就是 没有那么喜欢慢跑 不过其实我们大部分 比如说下班 我们一个典型的下班行程就是 因为我们上班的话 有时候老板会来载 因为他可能那天会要去开会什么 老板来载你们上班 对 因为他开车带我们一起去 他因为他有配车 我们不可能配车 对啊对啊对啊 对 所以他就带我们一起去 有时候没有的话 就是我们用走着去办公室 我们走去办公室大概是 30分钟左右 30分钟 对对 其实也没有很近啊 对有点距离 对啊 但是就是 就是还可以走到 啊我们下班的话就是 从办公室就走回家 然后走回家的路上呢 就会经过就是要买菜的地方 因为我们市场之类的 对对对对 但其实他们市场那时候都 就是关的差不多了 他们其实大部分是早市啊 哦 所以你这样四五点的时候 他已经全部收掉了 对下午四五点的时候就剩下一些 就是不是谈反 是固定的店家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去那边买菜啊 然后看今天晚上要煮什么啊 好居家的行程 对非常居家的行程 真的 因为在那边 午餐还有外面可以买 晚餐的话就是除了市中心 也有几家餐厅之外 其他就没有什么 比如说你像台湾外面有什么面摊什么 就没有那种东西 所以可能不可能每天吃餐厅啊 可能一个拜吃一次吧 对而且上一次的说 你那餐厅的食物都是 对 其实对 大部分就是好吃的餐厅 其实没有那么多这样子 所以大部分的餐 其实都是自己煮 晚上的时候就是经过市场 然后去买啊 买水果买菜买肉什么 什么之类的 然后回家就开始料理 那回家煮 就是也不是那么会煮 就要弄一段时间 然后弄一弄 洗碗碗 刚好七八点了这样子 这一天就差不多快要结束了 真的假的 所以这样看起来的话 你平常好像没有什么 在地的休闲娱乐可以做 对 在七八点结束之后 再来就是用 因为我们那边网路好像没有很好 就是很缓慢的上网 然后就开始查说 比如说周末要去哪里 就是每天开始计划 一直期待周末 一直期待周末 因为其实我们如果去三四个月的话 其实时间也不是很长 你看周末其实也没有很多个周末 扣掉有一些要工作的周末 可能你也没那么多时间出去玩 所以每个周末好像就很 都很珍贵 珍贵这样子 那你才可以去比较远的地方这样子 所以就变成你要周间你就要计划说 我周末要去哪里啊 可是因为你在那边比如说交通啊 或是住宿啊什么都没有 交通不像台湾人都要到铁路 或是搭高铁什么随便跑 可是这边就没有 你连客运什么那些很基础的东西都要查 所以贝里斯是没有铁路 对贝里斯没有铁路 所以你只能搭巴士 可是巴士想必也是很不方便 其实巴士还还蛮好搭 因为他们路就那几条 还OK的对 对对对对 所以其实长城巴士其实 他们没有四驱巴士 他们只有长城巴士 上一集讲到贝里斯有六个区 就是往返这六个区的 的巴士像我之前在哥斯大里加的时候 我就觉得城市跟城市间的巴士的体验非常差 班次少时间都不清楚这样 可是他城市内的巴士倒还不错 可是你像贝里斯刚好相反 城市里面没有巴士 他没有四驱巴士 对他城际之间巴士很多 如果你要的话 其实他可以他是可以搭到很远的 比如说可以搭到墨西哥 Kakun 真的假的 从贝里斯直接搭巴士搭到墨西哥 Kakun 对啊 可是也是啦 因为贝里斯上面其实就跟墨西哥 他其实是有接的 他其实是有接的 只是那个搭起来可能是什么二十几个小时 还是四十几个小时 什么 我靠啊 四十几个小时是什么概念 就是真的很久的那种 要你的命这样子 对啊 可是你们在那边的话应该很爽啊 因为离墨西哥进啊 离瓜地马拉要进 照理讲你可以到处 对 可是我不知道是以前有出过士来怎么样 但是国会的官方规定 我们这些志工是不能出国进 不能出国 不能出贝里斯国进 可是前面提过 大家去那边其实都是为了想要 你知道至少玩一下嘛 所以其实我那时候是很想要就是 比如说去之前 开始上班之前 或者是 先去玩一圈 对我想说 至少去古巴吧 不然那时候古巴刚开放也是好几年 但是想说啊 好像还没有被荼毒什么 对 去古巴一下 可是就不行 他那个机票 他被买好 对 而且就是一定要是就是 一定要从台湾 对起点终点一定要是台湾贝里斯 啊 对啊 所以 这么严格 他先去玩也不行 理论上是不行 但是 可能大家还是有去吧 哈哈哈 我们先确定没有国会的人听到 不过现在弄过那么久 大家已经忘记你是谁了 对 我不重要 所以你有偷偷还是可以出国就对了 我其实只有去瓜里马拉 我只有去 因为我们就是开车过边境 有到那个 瓜里马拉那一车 就是到那个最大的马拉雅的古迹 就是蒂卡尔 对我们有到蒂卡尔去 因为蒂卡尔也靠近东部 对它是东部 然后你在贝里斯西部 然后就直接穿过去 开过去大概六七个小时吧 这感觉不错耶 对啊 就是这个距离其实还OK 一个周末的 对对对 就在那边住两个晚上这样子 嗯 对啊 那是唯一我有出贝里斯国间 好惨喔 就是被困在贝里斯里面这样 我据说 其他人好像有去古巴啦 但我不知道 真的假的 都听说了 都听说了 可能没有啦 因为我那时候 我上次上一集不是讲说 我其实有看过不少那种 那个国会的合作计划 对对 但是我看到一个很有趣的耶 他是类似那种跳舞老师 嗯 要派到那个 圣克里斯多福与尼维斯 嗯 然后他是也是四个月吧 跳舞老师 对跳舞老师 当年啦当年 现在可能没有这个缺这样 然后我就想说 诶 这个好像蛮有趣的 可是圣克里斯多福与尼维斯 他的大小大概 可能跟内湖差不多大 对好像很小 你看你不能出国 然后你要待三四个月 我就觉得啊 感觉就好像不太行 对 内湖待三十个月 好像不太行 在贝里斯待三四个月 其实就算没有出国 应该还是OK啦 对不对 如果不出国的话 不出贝里斯国的话 就是你要在国内玩 其实玩的 大概就两种 一种就是去马亚遗迹 因为中美洲到处是马亚遗迹 对对对 就是去马亚遗迹 就是观光这样子 另外一个就是去海边 因为他 如果大家有概念的话 就是贝里斯是在加勒比海的西侧 就是陆地中美洲的东侧 所以他的 他有一面是 领加勒比海 那边也有一些小岛 变成度假小岛 哦也是加勒比海上 他是贝里斯的岛 对对对 就有点像蓝鱼什么的 诶那听起来就是 美国人最爱的地方 又讲英文 然后又是中美洲热带这样子 没错 其实那些地方就是 观光也非常发达 整个产业就是很厉害这样子 基本上是美国的后花园 其实美国他们度假 他们就本来就很喜欢去加勒比海度假 那其实 据我了解就是 加勒比海也是有分等级啦 比如说什么 有贵的有便宜的 对对对 像贝里斯应该是比较便宜的 哦算是一个选择这样子 就是比较便宜的选择 那其他贵有可能去什么 什么Barbados啊 Barbados 就是也是也是加勒比海的 其他小岛 其他小岛这样子 对啊 那可能 我也不知道 比较穷的可能来贝斯 哈哈哈哈 所以你会看到很多穷的美国人这样 可能还是比我有钱啊 哈哈哈哈 不过他们还有另外一个观客来源是 他们那边会停邮轮啊 停邮轮哦 对就是有一些 应该也是美国人啊 他们除了自己来贝斯 也有一些是邮轮 可能加勒比海 晃晃去这样子 诶这CP值很高耶 如果是邮轮晃加勒比海 一圈 那经过十几二十个国家 对啊 可能就是玩到 看到海都看到不想看 这样子 所以他这个整个观光业 是靠美国在养就对了 美国是大中啦 那也是有很多 就是欧洲的 像我们去那些海边的时候 就因为我们 就是一定都是住那种哈斯托 也是很多什么丹麦啊 什么德国啊 法国就是很 也是很多欧洲的人来玩啊 但是美国应该是消费力最强的 ok 那他海岸的卖点是什么 第一个就是 他的海滩啊 他海滩因为都是沙 因为他那边都是沙滩 不像台湾东岸是什么沿岸 哦 他全部都是 每个地方都是那种 对对对 都是一看过去就很大一片的沙滩这样子 那 因为他们也没有 基本上是没有工业 所以也没有什么污染啊 就是很漂亮的一大片白沙滩这样子 然后加勒比海 对对 你就看过去就是说 诶往那边看 就是亚满加 其实看不到啦 看不到 对非常远这样子 对啊 那 再来就是他们很有名的是潜水啦 我自己也是在那边 然后去那边学潜水 就是烤那个 Open Water 我一直在那边烤 哦你在那边烤的哦 对我在那边烤的 哦 不过我烤完之后觉得好像 还好是不是 还好 那那边潜水你觉得 看点是什么 就像假设小琉球的看点 可能就很多海贵啊 然后像那边的看点是 诶 因为我没有在台湾其他地方潜过 所以我不知道怎么比较 所以你只是在贝里斯潜过 我唯一潜过的是贝里斯 哇靠 对啊 不过我那时候 我在那边也吃潜了六只而已吧 然后那边潜水 刚才看的都有看到 海贵也不少 然后 鲨鱼啊 豆腐鲨 什么龙虾 什么 龙虾 对啊龙虾蛮酷的 就是 你就龙虾一只在那边游来游去 龙虾会比较深的地方 就是在礁里面 就扒在石头上 对 他们 我觉得龙虾蛮有趣 因为他们那边其实很大一个产业是 外销龙虾 外销龙虾 因为他们产龙虾 他们产龙虾是有两种 因为好像是野生的 一种是他们有繁殖场 就是在养的 哦 我之前那个 我们之前的来宾分享巴拿马的小岛 也是那种龙虾餐厅那种吃到饱之类的 看来 哪一代可能都是这样子 对 我看那边 加勒比海应该都很多龙虾 那他们那个养的就 养的就是养的 那没什么好讲的 但是就是 野生 采的那种 我是没有看到 但我听说他们 野生的那种就是 他们可能这一代很多龙虾 然后他们就是 渔夫就是划船 这种小小的船出去 然后就潜水下去 就自由潜水下去 再抓下去 然后嗚 然后逼一口气 然后就抓两只上来 然后再换一口气 然后再下去 然后再抓两只上来 龙虾感觉还行动很缓慢 对啊 应该是蛮好抓的 要抓的话 你搞不好也抓得到 他就在石头上啦 对不对 他难道会抓到中种吗 不是他们是没有东西 我知道 我是说你在那个 你背气瓶的时候 对我如果背气瓶可能可以 可是背气瓶的话 那个CP值太低 那个气瓶你帮多少钱 你可能要抓十只可以换 才能回笨这样子 对啊 所以就是潜水 我觉得是蛮 因为我没有比较子 但是我是觉得 我看的其实是还不错啦 对 那另外好像他有一个很有名的 就是叫大蓝洞 大蓝洞之前跟马尔人聊的时候 好像有提到 有讲到这个 对可是他只有讲一下下而已 对但我也只能讲一下下 因为我也没有去 你有去大蓝洞 没有 我没有去大蓝洞 因为大蓝洞他是一个要特别去的 就是他会是 如果你要去的话 就是你要去那个tooloffice 然后特别要跟他买一个大蓝洞的行程 所以你不能再直接冲过去就对了 他其实是有一点距离 你至少要到开船出去 然后他是船前 那边都是船前 那他厉害的点是什么 就是很深 很深的一个海沟这样下去 对我查了一下维基百科 他应该是 据说是 好像全世界最深的海底洞穴这样子 就是可以进去的最深 对对 他好像升到就是 他的卖点好像就是你浅到里面 然后到很下面 你就会完全都没有光 就是伸手不见的屋子 对对对 完全看不到太阳照下来 太恐怖了吧 可是那就不是看 因为你看不到东西 对你只是体验那个身体 一个冒险的感觉 对对对 可是这个没有人带来可能会死 对啊 那个就应该就不是open water可以下去 应该不是可以乱搞 对对 那个应该是要 要一些进阶 至少要advanced的一些执照 对我想也是 对啊 而且一定要要有人带这样子 而且好像我记得也不便宜啊 也是 可能要几百块美金还是几千块美金 就是蛮贵的 我们听众其实有蛮多那种潜水高手 我不知道啦 就是因为听众有时候会传讯息来 然后有些人就是想要 希望我们介绍一些潜水景点之类 所以呢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大家听到了大蓝洞 虽然我都没去过 好像是一个世界的视频今天 对先跟大家讲 大家可以去 对 不过 我觉得他的消费应该跟其他地方 是算比较便宜啦 因为北斐斯发展程度没那么高的话 虽然他已经很观光了 但是 应该还算便宜 没有啊 台湾光是机票飞去就不要花多少钱 对啊 你可以就是 去久一点可能会比较划算 或是顺手捞击龙虾 搞不好也可以抵下来 所以你在那边潜水感觉还不错就对了 对 其实整体 那时候第一次看到那么多东西是觉得 天啊 潜水原来是这么回事 对啊 原来是这样子 然后潜到后面就是实在是太多鲨鱼在旁边 有了有缺 可是动物鲨是没有威胁性的嘛 对 不然我就 不然你也 你也不会在这里 对 就潜到后来就觉得 又是鲨鱼又是海龟 看腻的这样子 对 不过整体来说其实是蛮好玩的 对啊 所以这是算是它东部海岸的一些行程 那如果非海岸的行程的话 大概有哪些啊 非海岸的行程基本上就是 他们其实是有一些山啊 不过山就没有很高 那有山就有洞穴 有洞穴就可以进去 因为他们很多是中午石洞 中午石洞那感觉蛮屌的 对 中午石洞里面就有一些蛮酷的东西 那比如说 因为以前玛雅 可能大家听过就是有一些 献祭还是什么 我不知道 玛雅人可能讲很多 对他有讲到 就是说玛雅献祭 他们有些地方他会选择在 那神庙大家都知道嘛 对 那有时候他们会选择在 中午石洞里面 对对对 不同时期的 还是不同地区的 他们的习惯也不太一样 有些地方好像是觉得 在洞穴里面可以比较接触到 他的神灵啊 什么之类的 也是啦 一个比较原始的环境 对对对 所以它有一个 它里面最有名的一个观光景点 最有名之一啦 就是一个一个洞 叫做ATMK 我不知道ATM是 ATM好像是 不是就是 提款机的ATM 但是它应该是 应该不是提款机的意思 对它应该是玛雅语的 的某一个缩写这样子 那总之它就是以前 玛雅一个献祭的一个洞穴 它里面进去其实蛮好玩的 因为它是一个重石洞 但是你不是走进去的 它其实是被水盖起来 好像夏季冬季那个水位高低 会涨潮退潮 对对对对 水位高的时候 其实都是要游进去 水位高的时候 你就是整个被盖住 水位低的时候 你可能只要前一小段 我之前讲到这个主题的时候 我以为它是 涉水走进去就好了 它是要潜进去的 它有一小段 就是完全是在水下 水下就是 大概要游可能 一两分钟而已 其实没有很长 一两分钟蛮长的 如果你是有气瓶的情况 没有气瓶 你就避气一两分钟 对对对对 就这样游进去 一两分钟如果没有受过训练 没有经验的人 其实压力还蛮大 当然大部分人都可以避一两分钟 但是如果你要游泳的话 可是其实也没那么难 因为他们教练 就是 那是叫教练嘛 就tool guy会带着你 对啊 所以你要走到那个洞口 然后潜进去 对对对对 然后进去一两分钟之后 而且其实如果水没有那么 就是在这个叫什么 旱季的时候 水没有那么高的时候 就可能没有那么 那一段就更少 搞不好十秒就过 对对对 可能十秒就过了 那时候去的时候你就这样潜进去 对是有完全潜 可是有没有大概两分钟 我不知道 应该可能越短 越短一两分钟 对我不会计时 我体感是两分钟啦 不过 搞不好才十秒 对可能十秒这样 不过他们是说如果我是 就是 不是和季的相反 的时候呢 雨季啊 对雨季的时候 雨季的时候是完全淹没 甚至有几个月 是完全不能进去的 太危险了 他可能整个都是淹满 你还被淹死的 所以他们其实只有几个月进去 进去就是 前一小段进去之后 然后就 反正就全身死了 然后就开始往上走 走一段 有一些地方就非常的窄 用钻的 就可能真的是前胸贴后背 这样子 就这样滑过去这样 然后会有垂直的 垂直是怎样 就是你要攀爬下去 或是攀爬上去 诶那感觉很恐怖 你如果你在那边叠一段腿 你就完了 对啊 其实是有一定危险 但是也没有那么危险 因为 因为有Tour Guide 对有Tour Guide 而且他其实 那些地方其实是有踩点 那个都很多人去过 对已经太多人去了 这样子 然后他最大卖点就是 你怎么知道 里面有玛雅在献祭呢 因为就是里面有 玛雅献祭的 那个骨骸还在里面 这样子 我上次听到 玛雅人分享的时候 我就觉得很神奇 就是那个骨头放在那里 然后好像一附近 你随时可以把他干走的感觉 对 他真的是随时可以干走 因为他就是 可能你要背 譬如说 什么木桩 还是什么 你要进去把它围起来 实在是也有点麻烦 所以干脆不围了这样子 他直接放一摊在地上 然后你还看得出那个人形这样子 就是一摊在那边 旁边可能有个告示牌 就是说 这是以前献祭什么 但是他就 就真的在你正前方 就是完全没有距离 你没看路的话 直接把他踩烂怎么办 对很有可能就把他踩烂这样子 对那就真的有人把他弄爆这样子 真的假的 有人把那个骨头打烂 对以前真的 你就把他踩烂这样 不是踩烂 但是也是把他弄烂 就是我们那时候进去 因为大家都想要带相机 但我们那时候进去 突然就说现在不可以带相机 好像是前 我们去的前几年才发现 可是相机要怎么带 你要浅过去 就是他们应该有一些防水袋 防水袋 对用防水袋的袋子这样进去 那就是好像是说我们去的前几年 就是有人就是带上单眼大炮 然后就 就看到就是那个骨头在脚前 然后就这样 猛拍 垂直由上往下要拍 就手一划就啪 整个摔下去 然后那个 几千年前的那个头骨就碎掉了 就被他打爆 就被他打爆了 被他那个大炮相机打爆 不是干他是哪门子的摄影师 就是会手滑把自己的相机摔掉 我也觉得这个实在是 还是他只是观光客 我也不知道 因为死观光客拿一个相机装模作样 我就听那个图和盖讲的 所以从此以后呢 他们就不能带相机进去 禁止带相机 对禁止带打爆相机 手机可以带的对不对 手机 我有点忘记了 我那个时候 因为我没有防水袋 所以我就没有带了 但我忘记其他还没有带了 我手机掉下去应该也还好 头骨应该没有那么脆弱吧 被手机打爆 但他放几百年 几千年的 可能很脆 可能很脆 这地方很酷欸 对啊 我觉得那是 第一次进去 尤其你要前一段就觉得 好像很神圣 然后就看到一个骨头在那边 真的蛮酷的 对啊 那是一个蛮有趣的 一个tour的行程 这个ATVM CAVE的行程 整体来说 听起来很像那种 难度很高的溯息这样 其实应该难度算还好 但是 跟真正的溯息比 应该是 比较简单 因为有人带 他们其实是真的有一个溯息的行程 但是那个溯息 他好像是 其实他们全国是办一个比赛 就他们有一个 从内陆 就会流到 可能加勒比海的一条溪 还是河这样子 然后他们每年就会有一个 类似比赛 就是你从 好像从首都 再上游一点点的某一个点 然后你就开始 滑要滑到 反正就是往海里游 蛤? 你用游的游要喊? 不是不是游啦 就是溯息的 就是船 有船半轴啦 应该是半轴 应该是半轴 他是有一个 你可以抱对去比赛 诶 那很远 不是一百一两半米 好像是好几天的行程 你说泛州 泛了好几天 还在泛这样子 对对对对 但是还是可以接力的 可以顺便睡个觉 就是你好像在某一个点 可以换人 什么之类的 大队接力的感觉 对对对对 然后到某一个点 然后就是比赛 就是谁到的 蛮酷的啊 对啊 我是没有参加啦 因为那个是 我离开之后的比赛 就他每年都有 那我记得他们说 我台湾大使馆就是 有派代表队是不是 对那一年有去参赛这样 真的假的那是坏的 就自在参加啦 就是被当地人屌打 好像只要完赛 就很了不起了这样子 对啦你要一这样滑 居然是接力 你要滑几百公里 对啊 所以其实好像没有那么容易 那个应该是蛮刺激的事情 对啊 其他的话还有一些 其实就被以示证很多洞 因为那边都是中文石地形 他除了那个ATM CAP 他还有很多很多的洞 可以进去 比如说有一些什么 他号称里面都是什么 水晶 里面都是水晶 对对对 就里面进去就 眼睛被灶了乱七八糟 不是啊那些水晶怎么还在啊 应该被人家干走了 对啊 就可能很难拿出来吧 他这些洞都是 没有好好保存的 改参下来就很危险 就对啊 所以其他有非常非常多的洞 可以进去探险这样子 对啊 其实你去到那边 然后去问Tatoo Office 其实都有啊 一大堆就对 对啊一大堆洞 要什么就什么这样 对真的是一大堆洞 你要看骷髏就是骷髏 要水晶就水晶这样 对后来再洞太多 后来就不太去洞 反正每个洞起来差不多 对 最后目的地的宝藏不一样 对对 最后就不会有ATM那么完整的 他有名就是因为他有那么完整 对啊 欸不过贝里斯里面的 马来移植 应该不是只有这个ATM CAP 而已吧 对他其实 大部分的 还是像就是大家想像中的那种 金字塔的遗迹啊 其实 因为整个贝里斯境都是以前 马来人的活动的范围 所以其实他里面有非常非常多的 马来移植这样子 大大小小的金字塔 因为他们每个地方 几乎都会有一个金字塔 就是马来人住的地方 只要有住的地方 就马上就有金字塔 只是那个金字塔有名不有名 现在完整不完整 然后因为有没有很高大 有没有很漂亮这样子 对对对对 我觉得贝里斯的马来人的话呢 他就是走一个小而精美的路线 就他跟国家差不多 对对对对 就一种小国寡敏 然后清新和谐 对对对对 他不会那种做大巫棚这样子 没有到 当然 你到他们的金字塔上 你就会觉得 欸还是比现在建筑高 欸的确是 这样没错啦 没有比较没有伤害 对但是你跟 最大最有名的应该是 像那个瓜里马拉的提卡尔 提卡尔 那时候偷偷去的 那提卡尔他就是真的是 真的是很高大 然后那个范围非常的大的 一大群的建筑群这样子 嗯嗯嗯 对啊 所以如果要 马亚最有名的 大概还都是在 瓜里马拉 或是墨西哥境内 那贝里斯里面 喜庆伊查 对啊对啊对啊 所以贝里斯境内 大概 大家不会这么直接的联想 就是去那边看马亚 那他比较就是一些 加減看这样子 对对对就是一些 当然也是蛮好看的啦 对但是就是 比较小巧这样子 所以说如果真的想看马亚一记的话 也可以直接开车到 附近走一走 对对对 其实你要收集马亚一记 你就直接开到瓜里马拉去 欸不过问题就是 他一跨境之后就 因为中美洲的国家 大部分人 英文要沟通 还是很困难的 对的确是完全不同 所以那时候去 蒂卡尔的时候就有这种感觉 可是蒂卡尔是世界 知名的景点 所以他们已经太观光了 我们那时候的那个 在迪卡尔的那个 的那个Tour Guide 他就是一个一个 什么几十七八 欸六七十岁的 退休老爹吧 然后他就很骄傲 他就说我可以讲 八国语言 然后还在那边讲 还在那边 コニチワ 什么之类的 他说我们有很多 日本观客 什么之类的 所以看起来完全没问题 对 因为他进去那个 语言区好像一定要有个Guy 然后所以那个Guy 他我们那一团是有 欧洲人 然后也有法国人 法国人不太会讲英文 然后有我们 然后所以那个Tour Guide 他就是同时讲西语 讲英语 然后也讲法语 太夸张了吧 他真的讲很顺 他不是讲一句而已 他不是 他是介绍 全部 对对对对 我会觉得太猛了 真的很强 我会觉得这真的是 而且他就很骄傲 我没有上过什么大学 我没有学什么 对对 都是生存技能 自然而然 对 这个实在是太强了 然后他还会跟我们那边讲什么 蒋介石什么 对 他会说我也知道一点中国历史 什么之类的 我就OK 这个有点狂张 蒋介石你也懂 我会说哇你也懂 那真的是很会讲 天啊 不过除了这种观光圣地之外 其他地方的确是西班牙文才能通 所以英文是不太通 直接完蛋这样 对啊 就只能笔手画脚 不过我们那时候去的时候呢 我意外发现 因为我的那个老板 他那时候也有跟我们去 然后我老板他在之前 他是住那个 盛多美普林西比 他以前一个计划 断交类国家 对就是断交类国家 那盛多美他其实是讲 他是浦语国家 他以前是葡萄的殖民地 所以我老板他会讲浦文 那他去那边 然后反正也不知道 他就乱讲 他就发现浦文跟西文可以通 你说他直接跟人家直接讲浦语 对他就讲浦语 对方回西语 然后两边都可以通 就是听起来很像怪强怪调的 但是是可以沟通的 真的假的 对啊 因为我之前听很多人 真的是众说纷纭的 有些人是说 听起来没有很通啊这样 然后有些人是觉得 大概也可以通啊这样 可是我不知道他到底通的 趴数是多少 因为我这两个原文都不会讲 所以我就不知道 但是至少我们在那边生存 譬如说我们去 就靠他这样子 我们去那边的摊贩要买炸鸡 普宇是买得到这样 不会买了之后变成薯条这样子 对不会变成薯条 就是我要买两个 不会变五个这样 也是啦 就是你其实要懂个二三十趴 也差不多了 就够了 我们在那边同时还有遇到就是 就是在那边徒步 好像徒步还中美洲的吧 好像是从西班牙来的 然后就是说 从墨西哥然后好像要到南美洲还是什么 反正就慢慢走 这种走的 对就一对情侣 然后我们那个路上 我们开车嘛 然后看到他们那边走 然后觉得他们要走很久 就说你会不要搭便车 然后他们就搭便车 主动叫他们搭便车 哇这么nice 对啊 因为老板就觉得好像很好玩 跟他们聊天什么 然后结果 他们就不太会讲英文 几乎不会 哦他们就靠西语在中南美洲 他们想到中南美洲讲西语 就想到他走到贝里斯干是英文 哈哈哈 吃鞭了吧 哈哈哈 对那结果他就 然后那我老板就跟他聊天 我老板就讲普语 然后结果我发现 其实他们聊是聊得起来 只是有时候中间会 嗯?嗯? 诶?诶? 但大字还是讲不下去啊 真的很好用 所以大家如果不会西语的话 不用太伤心 对也可以学普语 对大家还是靠普语打电梯 好像没有比较容易 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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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周末就是去那个贝里斯市 就是在海边的城市那个开会 然后那一晚就想说要驻贝里斯市 就不想开车回去 结果傍晚的时候就发生地震 而且好像规模蛮大 我觉得那时候好像七点多之类的 七点多超大欸 对啊 我记得921也是七点二吧 是不是 我忘记了 可是就很大就对了 对反正就是超级大的 有感啊有感啊 然后后来加勒比海这一带 它有一个就是 什么海啸警报的组织还是什么的 对耶 如果是加勒比海那些国家 有海啸攻击的话 那不得了 对啊 就整个淹没了 直接就灭亡了 对啊 我们像印尼淹了一半还有一半 印尼还要很大 对啊 所以那个时候其实最害怕的 因为其实房子都很矮 所以不太 房子也不太会倒 所以光地震本身是还好 可是海啸来的话 但是海啸来了就是不得了 而且贝里斯市 它本身是低于海平面的 所以它如果海水灌进来 就完蛋了这样子 整个城市可能变成食堂 对变食堂了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就是有发布海啸警报 然后那时候就很紧张啊 因为海啸来真的不是开玩笑 那就拜拜了 可是它发布的话 它是跟你怎么讲 它是说两小时后要来 还是这样 没有它就会有 我们那时候就是用手机一直在上网 好像速度很慢 在这边更新 然后就看那个 就看那个网站 它就是好像五分钟 还是几分钟会更新一次 我不知道它是什么单位 好像是一个NGO 还是就是跨国的官方组织 然后就在那边更新说 现在的预报就是 现在海啸的能量到哪里 然后哪些陆地 哪些国家的陆地需要警戒 可能会到这边 然后这些国家可能要小心 什么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们就每天看 就每个每分钟一直在 就看会不会到贝里斯 会不会到贝里斯 会不会到贝里斯 这样子 然后贝里斯一开始 都一直是在那个警报范围里面 所以那时候 快闪 那时候就很紧张啊 就想说 哇靠 这个灌起来真的不是 直接灭顶 然后他们就说 没关系 这个我们都有应变措施 我们住的那间Hotel 它就是帮我们从一个地方 移到它的另外一家店 另外一家店是比较高 我们原本住的那边 好像是木房吧 移到水泥房 然后移到三层楼水泥房 我就说 干这三层楼水泥房 是可以当海啸吗 他说 海啸来的时候关于这种房啊 他就说 海啸来的时候 我们就是到屋顶 等着救援 不是啊 那房子搞不好 都已经不知道上哪去 对 他说我们的应变措施 就是这样子 我们有演练过了 就是这样啊 对 然后我就傻眼了 就说 干怎么办 这太可怕了啊 然后那时候 就在犹豫啊 就是想说 哇那到底该怎么办 因为有可能就是 其实没有海啸嘛 因为他是个警报 不是啊 全是先闪再说 对 所以后来我们就是决定 就是我们还是 还是要保全自己的命啊 所以就先闪 所以我们就连 就是那时候可能八九点 我们就开车 往平常的据点 首都那边开 开大概两小时回去 这样子 开到一半的时候 其实警报就解除了啦 海啸后来没有来贝里斯 没有真的海啸啦 对 所以是个警报而已 但是就是那时候 真的很可怕 那逃命的过程中 就是 你就看到 整个贝里斯市的车子都出来了 全程都在往西边冲 从来没有看到这么多车 全部的车都出来 不是只有我们要逃命啊 所有人都在逃命啊 这全部都往内陆开 而且他内陆其实 全国就是区跟区之间 其实都只有一条光路 所以就所有 第一次看到贝里斯会塞车 就是很夸张 然后我觉得有一个画面 我印象很深刻是 在开出去的过程中 就经过加油站 然后就看到 就很像末日的景象 就是 末日不是大家就开始抢资源啊 疯狂加油 然后所有人就是疯狂的加油 但是你会看到就是 驾站员工还是在那边帮大家加油 老神在在这样子 我觉得 就是一方面是 他们也没有地方逃 对啊 能逃去哪啊 他也没车啊 对啊 再来是 万一没有来 他们逃了没有工作 这个代价更大 他们机会成本账更高 干脆给你拼了 对啊 干脆就啊 我就是加油啊 烂命一条关掉关 当然这有可能我自己的想象吧 我是觉得那个景象就是 有钱人就是开车逃跑 然后没有钱的人就是在那边 帮你加油 帮你加油 我就觉得哇 这个画面真的是 那个对比很强烈 你有默示预言的感觉 对非常默示的感觉 对啊 不过还好后来是没有啦 不然真的那个 国家真的是会灭亡 对啊 至少这个城市 对至少这个城市 又是最大城 就真的会不见这样子 对啊 那除了海啸之外 你还有什么 印象深刻的事情 还有一个是 那时候去 就是他们有一个 电影节啊 电影节啊 对 我感觉蛮吵的 我想说哇 贝里斯电影节 这个去了回来可以 装文青的 你有去过贝里斯电影节吗 然后我们就去了这样子 那去其实 它就是 非常的简陋啦 它就是在一间 他们好像只有一间电影院 你说在贝里斯市 对对对 可能全贝里斯吧 我也不知道 对因为贝里斯市就最大的嘛 其他地方我就不知道 但是贝里斯市 好像就那么一间 好像是国家的 就是国营 对对对 然后 他的电影节就是 就是放 好像 四五部吧 他们 贝里斯人拍的东西 就是当地电影就对了 对对 就是当地电影 我记得是不用票 我们就直接走进去坐着看 我觉得我们看了两部 然后那两部看了就是 就是一个 傻眼 怎么说 这非常的原始 非常的简陋 这真的是烂到傻眼的 这真的是烂到傻眼 就是 我们看了两部 第一部是 其实我们听不懂 他讲什么 因为他用Criol 所以我们听不懂 他讲什么 但他的 我记得他 我还依稀记得 他的主题就是 就是住海边 原本很快乐 然后 突然海上飘来了一批 一个箱子 结果里面都是装毒品 他们就拿那些毒品出去卖 最后就兄弟戏抢 最后就一个人死了 然后他就很伤心 然后又做回他原本渔夫的生活 什么之类的 OK 就是有一种 就有劝刺 对对对对 整个就是拍得非常的 我觉得他很像是拿那种 可能那种智障型手机的手机在 录影的感觉 那个画质就很像 Youtube的240p这样 然后放在电影院的墙上 然后那个镜头 晃都不行 然后讲着你听不懂语言 然后那个剧情又真的是 就是 背到笑了 对就是就劝识到这样子 看50分钟我就觉得 哇我们也是很厉害 看了50分钟 对啊 完全看不懂 听不懂语言 完全听不懂 就坐在那边 然后就觉得 都已经坐进来了 有冷气啦 有冷气就没问题 对 哇真的是 然后 这第一部 然后第二部就是 我们看的那部应该是用摄影机拍的 就是镜头 画质变360 对画质变360 但是就是 剧情也是很瞎 我觉得就很像什么 亦南望 或是什么世间情什么之类 就是什么 谁的哥哥跟谁 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他要去楼下跟谁搞在一起 然后什么什么 然后某一个妈妈又跑出来 在那边 你不要这样 剧情真的是发电脑路行 然后我就傻眼 就就 也是开眼界啦 就是 就拍电影真的没那么简单 所以那个电影节 他就是连续放这几部这样子 对对对 我们看两部就 OK我们去下一个行程 哇他五部马拉松这样子 对对对对 好像是两天啦 不过我们只有去一天这样子 OK 不过你看嘛 他他们全国如果只有一间电影院的话 他的电影产业应该也是做不太强 对 其实应该是没有什么电影产业 所以 就是他们一个开始啦 对啊 你要拍出下样的电影 之前应该会经过这种 拍那种大学生废片的那种登机 职业 职业开幕里面 这种登机 对啊 不过那边的大学生不知道都在做些什么事情 因为其实我自己还蛮喜欢看大学 你知道各地的大学 然后观察一下里面的大学生在干嘛 结果我每次旅行的时候 只要碰到大学 我觉得一定会进去看 这个 因为我们那个 因为他们贝里斯大学 在那个首都有校区 其实离我们那边很近 所以我们常常也会去那边晃 但是其实真的没什么东西 就是一大片空地 然后有几栋建筑 那学生在里面上课 学生在里面上课 对啊 而且因为那个 我们是跟那个华语教师一起住 就是台湾的华语教师 对他们是在那边上课 我们的华语教师是在他们的大学开课 就他们有一个华语中心 所以他们常常跟那个大学生 对他其实跟那边大学生一起住 而且我们的那个房东 就是 我们的土豪 对我们的土豪 他不是包出工吗 他其实很多房子是租给就是来 贝里斯大学念书的学生 那其中有很多就是 很多是留学生 留学生 特别跑到贝里斯留学 对我第一开始也是觉得 OK留学不会去美国吗 不是因为大家 就是基本上美国学历比较值钱吧 对啊 对我就觉得 后来发现 其实真的是 会来贝里斯留学的 其实是蛮多的 因为贝里斯作为中美洲 唯一一个 讲英语的国家 该不会大家也板得到跳板 对对对 其实大家就是来学英文 就是你如果有钱到可以去美国 因为美国已经比较贵嘛 所以如果你有钱到美国 那就是还能去美国 如果你没有钱 就是想学英文 那你就来贝里斯 贝里斯国家宿命怎么一直都这样啊 就是 如果你没有钱的话就去贝里斯吧 你如果移民没有钱就先去贝里斯 念书没有钱先去贝里斯 的确是很多人拿贝里斯 想去旅行没有钱去贝里斯 对啊对啊 就是一个跳板 对啊 所以我们那边遇到很多 我记得那时候很多哥伦比亚来的 哥伦比亚 对 他们其实不是念学位 他们是念那种类似学程还是什么 就是语言的 该不会是像台湾很多人去宿物 就念语言学校那种 对对对 差不多是念语言 对对对 他们就是来这边念语言学校 然后就是要学英文这样子 这很有趣耶 因为我在哥伦大理家的时候 我也看到一堆哥伦比亚人 可能工作可能怎么样这样子 那时候我就问在地人说 为什么这边那么多哥伦比亚人 他说你觉得这样很多吗 你去巴拿马更多 因为哥伦比亚就是以他为中心 一直往外扩展 他人就一直不停地输出他周边的国家 所以我不知道原来输出到贝里斯还有 对啊 你这么一说我也是 有这种感觉 也很惊讶 对啊 所以他真的就是一个南美洲的中国 对 他就是南美洲的中国 输出人口这样 然后中美洲的中国就是瓜里马拉 对啊 就是到处都是中国 无所不在 刚才 我觉得还有一个可以讲的 我们那时候还有去一个 我觉得是一个蛮好观光的一个标的 就是我们那时候有去一个节庆 叫做 Garifuna Day Garifuna Day 对 Garifuna是他们四大族群一个 对对对 就是我们上一集有介绍 就是四大族群之中有一个叫Garifuna Garifuna其实是相对比较弱势的族群 人比较少是不是 他们其实人也不少 但是我隐约有感觉到他们比较被歧视 哦 因为克雷奥是比较多人 对对对 然后玛雅有特色 对玛雅就是 我就是在这边土著啊 我本来就在这边 对 那Mestizo我觉得就是周遭也都是西班牙裔的 所以他感觉好像比较有有很多同伴在附近的感觉 对我不知道英国是不是这样啊 但是就是我有隐约感受到他们也跟我讲过 基本上Garifuna是比较被歧视的 对他们也会觉得Garifuna长得比较丑 很多当地人也会这样 对对对对就是因为Garifuna Garifuna的那个五官就比较扁 整个比较大扁脸的那种感觉 哦所以当地人会觉得这样比较丑 我觉得也是跟随着歧视一起来 就是阿坂你什么都不好 哦对啊 对啊 你只要信有这个概念之后 你什么都不行啊 对对对对 所以就是他们 因为我觉得也是因为有这样子 比较弱势的地位 所以他们的一些族群的那个 向心力就会比较需要被一直维持住 这样子 哦就是大家会需要一直不停的互相 就是凝聚一下这样子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们在 就贝里斯的东南边 那边就是有 大部分都是Garifuna的族裔这样子 那他们那边 我记得是11月的时候 会每年都会有一个 就是叫做Garifuna Day Garifuna Day就是 他们纪念当初他们的祖先 来贝里斯的这个节日 那他们就会有一些仪式 然后还有游行 然后就有点类似嘉年华那样子 他们的仪式 我们那时候也去看 就是在海边 然后因为他们的传说 就是说他们的祖先 就是乘着小舟 然后上面载着可能几个人 然后就过来 开枪辟土 所以他们就重演这个仪式 哦就是 重新展现那个 对对对对对对对 然后你就会发现就是 我觉得很早五六点 然后他们就从外海 也没有到外海啦 就是划着那个小小的船 穿着他们比较传统的服饰 然后我记得拿着一个 好像香蕉叶吧 还是什么 就是好像可能当初他们拿的东西 然后划到里面来 上来 然后就是有一些仪式 就是有点接他们啊 然后什么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发现有很多人都在做这个仪式 所以就好几艘船 一起来 一起进来这样 大咯干咯的 你自己搞一艘船出来 你就可以重演这个仪式 对你就重演这个仪式 也感觉很累 感觉起来很像划独木舟上岸的时候 怕所有人几十少 对而且其实他们 我觉得他们一开始出去有点远 所以进来真的很久 然后他们进来的时候 其实很干你知道 大家就在那边看着他们 慢慢进来 没有主持人 到底要干嘛 其实我没有主持人 大家就是在那边看那种客人 对我就觉得 那时候等的时候就觉得很干啊 我想起来真的 就好像蛮好笑的 所以说很多观光客都会去看这个仪式 有一些观光客 但其实 因为就是那个区域其实没有 不是那么观光区 因为观光客大部分都还是在海边 所以 比较没有那么多观光客 会来这个 除非你有心要去看 对如果你要特别有心 不是一般会去观光的点 那除了就是海边那个仪式之外 就是他路上会有很大的游行 就是他们的 我觉得很像 很像那种 比如说什么日本啊 还是什么 他们就是学校的学生什么什么 都要穿制服 在那边跳他们的舞步 然后 吹什么喇叭 吹乐器 然后在那边游行 我觉得他们的舞步都 就整个嘉年华的感觉 就是很有趣 那个 他们跳的舞 我觉得很好笑 你有没有照片 我有影片 我有影片 我等一下给你看 你给我看 然后我之后分享给听众看 就是看到一些 那个 他们就穿那个 很像啦啦队的衣服 然后 通常大部分都是女生 然后会在那边就是 摇屁股啊 或是什么 就很有特色的舞蹈 对很有特色的舞蹈 对 然后那个游行 就还蛮好看的 可是 那个游行 好像也是有一些治安问题 好像 每年都会有死人啊 怎么死啊 不知道 就是游行过来 我记得那时候 经过就看到有人路倒在旁边 不知道是喝醉还是怎样 对啊 那你就亲眼看到有人躺在那里 对啊 然后 你没有去看一下 有去看一下 可是好像还活着 然后找到穿了 哈哈哈 但我就想说 这个真的有点可怕 而且我觉得那时候就是 他们就会 旁边围观的人群 就在那边喝酒啊什么的 哦 然后就有人就是 比如说喝 就是拿那个 就是玻璃瓶的酒瓶 然后喝完就往后一丢 哈哈哈 往后一丢啊 直接往后一丢 然后就 好险是没找到人啊 但我想说 干这是啥 太可怕了 哈哈哈 这是 也是蛮可怕的这样 OK 所以去那边的话 要小心在头上 对对对 最好戴安全帽这样 最好有人丢酒瓶就赶快 不然你就先丢 哈哈哈 先把人家尻爆这样 对 也是 对啊 不过整体来说 是蛮有特色的一个 欸 不过 那其他族群的人会参加吗 譬如说像克里奥啊 或是 我觉得基本上不会 都没有看到其他族群 就真的完全都是 Galifuna 所以Galifuna 那过了这么多年 你有想过再回贝里斯看一下吗 其实那个时候 我是有考虑就是 因为我是去那边工作啊 那个计划我没有带到最后 那就是后面有人接我的工作 然后我原本是想说 因为他们最后就是会有一个 类似成果发表会 或是什么 要跟他们的政府关于 present什么 那我那时候其实是有考虑说 他们present的时候 我想要回去 回去看一下 对因为毕竟我也生产很多东西 对对对 对啊 不过后来 处政这样子 后来就没有啊 因为我工作没有办法 后来的工作没有办法 所以就没有 不过我是那时候是真的 是有考虑过来回去 感觉起来在那边度过一段 很特别的时光这样子 对啊 我觉得蛮 就是我觉得 在这种开发当国家 而且你是一个工作的 虽然很多也是在观光啊 但是就是 你基本上大目的是工作的话 看到东西 我觉得会比较深入吧 而且比较真的是在生活的感觉 比较没有那么 看的东西可能比较多一点 对啊 因为假设你是一个观光客 你怎么说 你也不太可能在贝里斯待四个月 对啊 不可能啊 就不可能 就不可能 环游世界你都不会待那么久 对啊对啊 所以难得有机会在那边待四个月 然后看看当地人怎么生活啊 这些的 对啊 那感觉真的是蛮有趣的 嗯 所以推荐大家用工作作为旅行的方式 不知道现在国会那个计划 还有没有 你知道就是有新的计划还是不定 有啊 那个计划一定收掉 随时都有啊 只是贝里斯在有没有啊 贝里斯我 我记得我看还有耶 他还有新的计划 但不是这个了 我觉得是别的 很简单 大家只要上网搜寻国会 对国会随时都有这些计划 他志工计划什么的 对 对应该 对申请就有机会了 虽然我 我真没资格讲这个话 我没关系 大家我相信大家都很优秀 对 应该是可以办到这样子 好 那很期待 希望我们的听众可以去 国会参加更多志工计划 然后搞不好有机会变了 变我们来宾是不定 对 变你学弟学妹这样 好 那今天就先讲了 好 拜拜 拜拜